为了配合数位化潮流 观光传播局和通讯软体合作 将从11号的早上10点开始 推出8款免费的 熊爱玩台北LINE的贴图 希望让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能够贴近可爱的 银亚跟台湾黑熊 大猫熊银亚自从出生之后 喜怒哀乐的各种模样 已然成为市民朋友 最佳的疗愈工具 观光传播局这回更趁神追击 与通讯软体合作 推出8款免费的 熊爱玩台北LINE贴图 让民众不用到动物园 就可以与好友分享 原载与台湾黑熊的喜怒哀乐 我们想说趁这个 这个猫熊乐的这个机会 我们提出了这个8款的贴图 我们希望是人手一机 一组贴图 能够让民众在互相联络感情 或者是在这个这个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能够用这一组贴图 来做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些工具 不管是原载抱着保育员 撒娇的模样 还是爬树卡在树上的尴尬表情 这回都纳入贴图的设计当中 另外还有原载骑U-bike 以及与熊熊看烟火等等的贴图 也都纳入设计 让市民朋友感受台北双熊的猛魅力 我们是结合了一些市政 比较民众比较肯定的市政建设 比如像U-bike 捷印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除了大家很注重原载之外 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去关心一些保育类的动物 比如说黑熊 所以我们这一次原载 它可能有担忽了一些观光大使 跟保育大使的一些任务 熊岸玩台北免费贴图下载 将从11号早上10点正式上线 观传局也将开放一个月的时间 供民众下载 贴图的使用效期则有180天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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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